各位先生好 欢迎收看中导TV赛马片 专攻一二场 阿斐来了 上一个赛日阿斐贴了一二场都是博类为主 今次同样的方法 但由于上次博的是骑士判论 今次阿斐看的是练马房 为什么这样说 稍后再说一些赞成的赞成 希望订阅一下 不赞成的 如果贴重情况 亦都是订阅一下中导TV 听听阿斐说的 一二场 短图来说 你知我知 大家会选的 选内兰 应该大家要知道 很明显 数据一切 直接听门通的资料 一字四档 已经出现 40%都有的 马匹 33% 但是你知我知情况下 马会有班人都知道 叫正算是 同样 今次的赛日 阿斐也断言一下 内兰有些马匹 也应该会 赔害了很多人 不敢投注 但是阿斐就是 偏向虎山 下瓦 一二场 西选剩下的 就是 2号 4号 5号 7号 8号 10号 西选原因 是因为 2号 飞腾追 5个月前 1分09.51 没有这个成绩的马 基本上 就是不 西选入 所以 剩下的 2号 飞腾追 和7号 吉吉利高 阿斐今次 绿色的原因 因为不是特别看好 由于 千言米来说 2号 飞腾追 十二外当 太外当了 这只马 同情 其实 看到所有资料 都是1分10点为主 从来都很少破过 1分09点 轻薄的情况下会 但是 外当情况下 这只马 有史以来全部外当 都是1分10打上 所以 陈家希的奇功 我都没看好 所以 游戏飞腾追 虽然 这次 战绩 一次冠军 5次亚冠 一次贵冠 但是 我觉得 亦是非常 不稳定 所以这次不要 最主要是陈家希 不是飞腾追 骑工 由外到内 等于千言米 不够 另外 7号 格格尼高 阿斐发觉 潘顿 很奇怪 如果5班水平马来说 什么水平马 就是 中档夹洗马 马还要砌格尼高 近期的骑连 拆骑指示 都不是特别快放 所以最后 漫保情况下 都是输多过赢 同来 没有赢过 近期的 就算了 今次 拿着夹洗马档位 情况下 马亦是留后放为主 中间 最后爆上 所以 你见到谷草的1000米来说 都是最后 58秒多 57秒多 57秒8 都是输得比较酸 所以今次 拿着潘顿5档情况下 我觉得 马 应该 如果潘顿 夹洗马来说 都是去马要不大 所以7号 格格尼高 也不选 好了 剩下的马匹 就是 4号的天进宝 5号的神魔金刚 8号的宽乐好友 10号的运来多宝 这里 我特别喜欢的 资亚斐减 肯定是紫色的 特别喜欢的马仔 所以10号的运来多宝 是阿斐首选 选择原因 大家看看 熊天鵬 这款马 这次 直接拼着 这款马 由上个马季 4月6号 出了赛 从来没有出赛 最主要的 这款马 这款马 是有新以来 在香港的赛事 全部都禁计 不是14档 13档 10档 8档 6档 夹洗马档 10档 10档 所以全部来说 他没有成绩 是很正路 但为什么这次 阿斐特别喜欢他 由于近期 马防动态 说明是一切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留意多一点 首先 这款马 全部五班赛事来说 对方的就是陈粗纪律 不停重复试习 由4月之后 如果是一只马 4月到今次11月 有4月6号档的头 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 组组是8个月 休息8个月的情况下 容天鵬都可以拿出来跑 是不是似曾相识 有一只马 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11月1号 第四场 第四场 杯彩那一只 就是飞仗 大家留意一下 这只马币 由2022年3月20号开始 跑完之后 整个马贵 完全上个马贵 停了赛事先 今个马贵 10月15号 跑不定 情况下90倍 去到最新那次 14倍 都分分钟 没人相信 最后 赢了第1名 所以 同样 今次 这只十号仔 运来多保 8个月 情况下 都是不离不弃 容天鵬 也是重化训练这只马贵 肯定是有准备而战 虽然是5班 另外 说一件 容天鵬近期的状态 亦是蠢蠢欲动 上一个赛日 即是第一场 表表作 虽然不是冠军 但是33倍 这只幽油盒 有多少个可以贴 好 看看昨天1月1号 同样 头场 容天鵬 被潘顿 5.9的万事有 亦 入了三夹 第2场 同样 满载归来 亦是十四倍情况下 亦入了三夹 其实 档位 不算特别英俊 但容天鵬 真是非常用心地栽培他的马 所以 今个赛日 不能不撑 就是用天鵬 我特别撑他 是因为他 其实我认为他不算龟队 你说他做马 又不是做马 应该不侵他玩 我认为这样 清传 可能连马凡来说 就算清传 所以10号者的用 亦入多部 我觉得他特别有心思 去栽培马匹 又加上 由9月份 9月4号 9月18号 10月7号 10月23号 都不停去试马情况下 亦有喜悉 所以 准备来说 10号者的云南多部 非常之好 直播率极高 赛率极高 赛率极高 直播率极高 马匹 今次拨住二档 5班千元未开始 限定一步 所以10号者的云南多部 今次我撑他用天盘 所以首选的10号者的云南多部 二选马匹 选了的4号者的就是天进堡 吹一汉 艾道拿 同样上一个赛日 阿斐也说得明白 如果潘顿不赢马 即是这只 潘顿不赢马情况下 哪个人得益 阿斐今次的赛日 依然上次跌低 今次是翻身 我依然是 去撑 艾道拿 由于我觉得 真是鬼鬼仔 潘顿和艾道拿的配搭 你明白我明白 大家私底下明白 不说那么多 所以 如果潘顿不去情况下 得益 我依然是贴死 就是艾道拿 所以二选选了的 就有机会 就是好分头的4号者 天进堡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今次的赛季 10月8号 已经退消了 所以 10月11号 初常跑谷草 1600米 所以 初常跑谷草 28倍 没有成绩情况下 由田草 跑谷草 复死物档位 加利 135磅 由4班 转过来 5班 情况下 都可以 是28倍 比上个马季 60倍 又是凳分落到28倍 虽然说4班60倍 然后到5班28倍 没有成绩情况下 被潘顿背了飞后 去到 谷草的121 长次 1600米赛事 即时 是由 60倍 28倍 最新的 14倍 其实 幕后 去14倍 情况下 肯定是真飞去支持 才有这个赔率 如果不是 几十倍 赛若汉马房 频繁地背了飞 情缝下 马仔 亦由上个马季 由7月 66号 当日是44倍 但记住 上个马季 由2003年的4月份开始 马仔 当时才是初出的 当时是52倍 起跳 一个马季 转了这个赛季 即时 36分 太夸张了 马仔4岁 52分 即时去到 30多分 赛若汉马房 不可能留下 水平马 太差的马 多次 MV 亦伸低 所以 是时候转一转 运骨 是时候 去一去马 没有赛季情况下 为何这次 选择了 二选 是四号子的 天进步 由于 阿斐近期 说明了 开始已经说了 今次阿斐要贴的 就是 近期的 马房 动态 赛若汉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说明 赛若汉是时候 哪场 和哪些场合 那时候 没想到 不知道是何时开始 但11月 信号非常强烈 由于上一个赛 大家留意一下 由第1场 虽然没有赛若汉 但第2场开始 你见到 背了飞 但好运 已经跑了第2名 然后 去成功之后 有信号之后 即时 10倍的 气势 即时 赛若汉 2、3场 去马之后 大家留意一下 后面那几场 都是有少少的 阿斐近期的 第4场 偏偏君子 也拿了第1名 后面那几场 大家也看回 最后那场 一定不是来 20倍 跑第3名 不一定赢马 但一定赢钱 为什么这么说 10月11号 阿斐当日 非常代表作 都是7、8场 你见到 最后三场 金会星星 亦是18倍 亦是背了飞 但最后 差一点 跑来 第8场 波尔多 39倍 亦是背了飞 最后那只 船风飞影 18.9倍 所以 其实11月份来说 赛若汉的 马防 动态 亦是蠢蠢欲动 所以 今次赛若汉 不妨 贴一些 值得 冷 值得薄的 一些 就是赛若汉 热的 没意思 他赢的 你也没分头 连赢 所以拨着冷的 去马 加上 另外看 你知我知情况下 赛若汉大家看 今次赛若汉 都是艾道拉潘顿 艾道拉潘顿 只有一场 田泰安和巴度 所以 最主要的配搭 做世界的 都是艾道拉潘顿 你明白 第2场 大家的名进复升 大家见到了 千与美情况下 黄派给了他 背了飞的 都搬顿 但我要的是艾道拉 因为很分头 所以 2选马匹 小孩的天进宝 博你不信 我就相信了 小孩的天进宝 绝对 可以去马 特别好 由于 这只马 这只马 要加少许战绩 上个赛季 已经六十多倍 跌到十十倍 三选马匹 由5号的 神魔金刚 和8号的 欢乐好友 去选 最后 欢乐好友 看五班千与美赛事 两次冠军 三次亚冠 五次冠军 会选的 就选了他 但今次阿肥 就是 不相信 虽然近期 不停贴 就是苏惠元 和蔡明晓的配搭 今次亦被王牌 同样 你看到了 这只七岁马 已经是暴世光的情况下 最买 由19倍 初出 9月10号 跟他买 是非常好 直播率 但最近那下 上次一档 快捕的情况下 输两个马位 输给合金王 今次大家看到 快捕速 也是跑第二 今个赛日 四档情况下 127磅 同样都是蔡明晓 没有变分情况下 7点拍 一开赔率 应该到五倍或六倍 也是 第二支选 所以 8号的欢乐 好日 我不选 博弹 我喜欢的是 5号的 就是 神魔金刚 选择它的原因 由于 大家 如果了解 或者大家 相信一些 Lucky number 今次 五班来说 全部水平码 我选择 我选择 一档 但 5号的神魔金刚 肯定 赔率 合怕了你 这支 完全没有战绩 完全太夸张 8倍 30倍 全部都没有战绩 这支 小岁 吓死你 为什么我选择一档 我选择 一档情况下 都是赢了 三档 10月份 一档 近期时 互相问位置 必须要选择的一档 大家留意一下 快选择一下 12、19号 OK了 10月 全体底 冷藏刺 没它 断了少少 沙田 由于是千十米 直路来说 沙田来说 直路赛事 我根根的谷草 是比较狡较少少 所以最主要是在谷草的1000米内栏 一档是非常有利的 见到了 即时来了 50012米 本来很有 然后结束了 沙田的就是2000米赛事 互相 所以一档 亦都是五档水平马来说 必须是省力 省位 一档必须要选择 然后谷草 见到了 1000米赛事来说 头关 头场 不是的 但这个都串了 然后再看 10月4号 即时 一档情况下 二枪勇事 即时来了 由于500水平马 1650米 好 也很讲的就是内南一定的优势 10月1日同样见到 起于一身,1800元来说 都是不停转过内湾 很讲的就是档位非常先 所以今次一档情况下 你不相信,我相信 所以我要了五毛仔的就是什么金刚 所以八毛仔的就是宽乐好友 由于已经是暴走光,今次不选 但是如果你说 选择小年华情况下 我觉得吉利高和宽乐好友可以做小选 所以今次选择第一场 投选10号仔的就是云来多宝 二选的就是4号仔天进宝 三选的就是5号仔,15号金刚 今次直接买了1,2,3档内南 第2场,四班智炎太士 选择光莫见到一些麻痹 但是阿飞特别喜欢的是2号仔的胜利财子 6号仔的浅座飞 10号仔的优游志在 1号仔的明进复升 今次直接是王牌座的赛用马放 但是虽然降班下来 但是拿着千二米来说 全部马差不多的实力情况下 反而我觉得这场爆冷机会特别大 十当外当的潘顿 今次是什么座飞? 1号仔的明进复升 其实没有分头 十当外当 看回那个统计资料 也没有分成分下 我也不博 加上潘顿比较分成分下 买了他的也不是特别分头 所以明进复升 今次不选择 另外3号仔的财进 大家看看 最佳同程 2次冠军 4次亚军 4次贵军 4次贵军 今次由跑开十二外当 上两次谷草千二米来说 一次第二一次第一 加上看分 时间是1分10.1 已经是最帅 7档和10档 今次跑得更加外当 同样加了1.27 虽然近期非常显著 但由于近期的曝光情况下 它的陌率也会比较高 应该也不会特别高 所以3号仔的财进 我觉得Marefade的机会特别大 但同样失受机会 同样也特别大 为何这样说 看回那个是同程 你看到这只马仔 全部长次来说 都没有突破过1分09.8 最新那次已经找到潘顿 拆骑的情况下 或者报名 都是1分10.0 马仔最主要 最突破 最重的飞情况下 都是1分09.7 已经是最好成绩 报名了 1分09.7 最好成绩 今次跑着外当 十二外当 走进落 我觉得也是做走时间 1分10.1左右 分分做不到 因为加上十二外当 反而 阿飞特别喜欢的那只 同样也是降组下来的 就是方家帕马房 这只二号子的胜利财子 上次 陈家在11 四榜情况下 11代外当 都可以 虽然没有成绩 没有排名 但记住 是1分10.1 输的情况下 11代外当 都可以1分10.1 屌打了所有的财进 上次 这么好棒数 这么好位置 都是1分10.1 他赢的 1分10.1 他输的 都是1分10.1 所以 由手一档 金柱一档 陈家晞同样 都是这样跑 三班 四班 肯定有一定的实力 上次背了飞 情况下 方家帕马房 这只一档 就是以色彩子 必须选了 但这只可以说是 穩脚 我反而喜欢 冷冷的 一会再讲解一下 所以三号子的财进 我又不要 由于有二号洲对比 另外 五号子的 洛家福 由于近期 有点代表作 上个赛日试 现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1分10.4 今次继续 什么飞 我觉得这只马 亦是马来没意思 所以赔率 不是特别薄 不选择他 所以 同样 11号的保利新飞 三档 时间 做就过是1分09.3 但记住 田泰安 之前 由1倍到19倍 报了光情放下 看起来 同情 唯独一次 跑这个 谷草千验 的赛事 已经追溯到10月19日 去年 2002年 当时的时间 是1分10.3 没有破过1分09 所以 之前跑过两次 又上名 那次 是由田草 过来谷草 虽化了三档 没有抛过 没有上名 同样 进来看一看 是完全没有赢的情况下 由于上个赛日 看回同情 看到他的赔率 都是7点多 为主抛飞 但是 如果他赢不到 4多火 情况下 也不是特别直搏 所以 今次 11号的保利新飞 都不选择了 看完7号仔的焦点 进来看一看 按回同情情况下 其实 这次马 跑那次 但跑完那次 已经对手很厉害 有Eason 选择武士 和凌厉 虽然跑过舒适的马位 但时间1分09.6 非常英俊 但由于跑那次 那么多的情况下 旅剑威和巴道的配搭 也不一样 最主要 旅剑威 好像今个马季 好像谷出来说 失色不少 所以 7号仔的焦点 近期 旅剑威马房的动态 也不一样 今次 7号仔的焦点 和这只 10号仔的 保利新飞 可以做四选 三选以上 我便不选择 三号仔的财进 由于10号 我当不好意思 不选择 所以螢光幕 看到的 就选择2号 6号 7号 10号 11号 找脚的第三名 我选择2号仔的胜利财子之后 今次有信心 反而是喜欢了10号仔的进优自在 为什么这样说 这只马仔 其实看近期的状态 是非常难看的 所以其实没有战绩 亦都是正常 几十倍 但不要因为被这样的配数 然后跑2档 情况下 看上个马桂 其实马也是非常厉害 8档 10档 情况下 时间也是非常差 但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实2022年 比赛名少杀的情况下 2档 或者4档 可以突破1分10 亦都是多次背飞了 的情况下 亦都是时间 组织非常漂亮 1分10 1分09.7 1分10.5 或者1分09.7 左右 所以其实 如果是背飞情况下 去马特别成功情况下 所以二档 听起来 星期三 跑马 当日 如果10号子的进休自在 有六格 或是背飞情况下 去马信号 特别好 所以文家梁 10号子的进休自在 是阿飞的首选 2选马匹 6号子的淺草飞 看回赔率 和看回档位 应该吓到很多人 不会选择他 但是三次冠军 大家留意一下 他的时间足 他相对的时间 8岁老马 薄牙一口 是薄牙的那几次 去马成功 去马成功 去不了 都是厉害的 由于8岁 看回同程 上名那几次 吓到你 看今个马桂 9月27号 10月11号 差不多有一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 都是最跑过 10月11号 到11月1号 都有两个星期左右 去休息 但今次 是10月8号 再出赛 一个星期 这么急 由于上个马桂 12岁的情况下 都是没有成绩 为什么今次 8月11岁外洞 再急着出赛 由于 我看回 之前都是来超声马房 给了梁家俊 或者是 黑威心 或者潘顿 都是拆棋为主 所以 但是 今次 看回 上次 測棋 跑巴尾的 艾道拿 由于 这一场 我同样 我选择了的是 潘顿 不在什么情况下 今次又有关艾道拿 不好意思 近期 我觉得 这两个人 真的有嫌疑 6号仔 浅草飞 上一次跑 程度下 艾道拿 不知道他特意或假议 当日 木火同名 或者是电信同心 或者是梁神话口款 这些马 全部跑得特别好 唯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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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记住 百岁老马 上名的三次是何时创造的 大家看看 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他那三次上名的机会 直接是相差的时间 一个月左右 也有时间 2022年12月21日 然后1月18日 以及2月12日 一是不赢马 一赢马 那段时间是不断去的 你看到 全部都是1分09.8 1分09.6 1分09.9 1分09.2 最去到断了之后 已经去到1分10 打上 所以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上次 你看到 由11月1日 跑完之后 继续急 为什么 所以今次 我觉得 这只马 有点贵贵的 就是 马最主要的跑的情况下 都是在1个月 差不多才跑一次 但是 8岁老马 为什么 黎超星 在11月1日 那么有信心 11月8日 那么急着 继续去出赛 肯定有些巧妙的 艾道拉 肯定有些原因 跑包咪 我自己认为 所以二选马匹 我就选了6号子的浅草飞 博蛋 特别是他 所以第二场 阿飞心水的马 就是 选了2号子的胜利才智 6号子的浅草飞 10号子的 就是晋草自在 如果小连环 就直接是2,6,7,7,1 买50元的算数 到最后 听到赛率方面 先到 真輝在社群上 和各位交代一下 再重复一下 第一场 选了10号子的浑草多保 是阿飞心水 喜欢的 二选马匹 四号子的天进宝 三选 五号子的神摩金刚 这里直接 Doremi 123档 买了个算数 另外第二场 选了2,6,10 这三号子的马匹 好了 一二场说完了 希望爆冷场次 可以大家 赢得真飞 赢得更多的钱 星期三见 是这样 拜拜 记得订阅中毒TV